别说goodbye 因为我想你 I'm losing sleep Because of you I am in too deep 因为我想你 I feel so high Without you I think I'm gonna die 谁会是你的你的你的 So come on baby Oh come on baby I love you It's perfect love 因为我想你 I'm losing sleep Because of you I am in too deep 因为我想你 I feel so high Without you I think I'm gonna die 谁会是你的你的你的 I feel so high I feel so high I feel so high 九 九 为什么还是九 九 多做几个 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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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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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吧 休息会儿吧 累坏了吧 饭都出来了 所以可珊姐 真的不用就快走了 你到底要我说多少次啊 我家小音就是这么可爱 来 学长让我看一下吧 看什么 看什么 就看一下嘛 什么猫子 小什么都爱看 你也太夸张了吧 大惊小怪的 自己又不是没上过杂志 能一样吗 我们家宝宝是最可爱的 你也太上你了吧 看 看 说到小音 小音的微信就来了 哎 学长让我看一下 什么都爱看 刚说的 什么毛病 洗澡去 谁让臭死了 学长刚刚也有流汗啊 我没流汗 你也很臭啊 没有 哎 你好 麻烦找一下 TYF老师 哦 这样啊 好的好的 谢谢啊 陈英姐 还是联络不到吗 是啊 最后一个有可能的电话 都落空了 看来真的是没有希望了 可是我昨天晚上 去个一郎的聚会 听说GK的张总 见过TYF本人啊 他不会 已经达成协议了吧 就算这样 也没有必要避着我们吧 小敏 哦 好 你吓死谁啊 没有了 我看你心情好像不错 所以就想跟你玩一些 我心情好不好 关你什么事 闪开 赵子豪 你施工图的转档 要不要给我呀 我还要跟莫公开会的 好了好了好了 马上给你弄行了吧 你快点 帮你约到TYF了 要今晚再加 哎 哎 你要走啊 还没下班呢 我晚上有个重要的约会 要回去打扮一下 哎哎哎哎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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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应我今天晚上要跟我一起去联谊的 一声啪啊 你不许我怎么办呀 你不许我怎么办呀 瑶瑶 这次还是要拜托你了 老师 有位康纳的人来找你 康纳 嗯 原来 你就是TYF老师本人啊 哎呦 上次 真是有眼不识太深 你好 我是依凡 你是代表康纳来的 嗯 我们整家公司都在找老师您呢 你应该是要谈策展的事对吧 策展的事啊当然要谈呢 但如果老师不急的话 我们也不急着谈公事 嗯 你的上司知道你是这样谈公事的吗 康纳是外企 讲实力重绩效 看结果 我有什么方式做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老师您能点头的这个结果 是 那么我想请问老师 你愿意跟康纳合作吗 如果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详谈 如果不愿意 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咯 不用急着走 我有说我不跟康纳合作吗 那我想要知道老师希望的条件 待遇是什么 这都不是问题 康纳是大公司 我也不是一般的画家 这些技术细节 可以留给底下的人来讨论 但是现在 我一直看不到你们 对这个案子的诚意 老师要的诚意 我可是要多少给多少 就是不知道老师的尺度到哪里喽 这样的确 相当有诚意 我只有一个条件 派对的人跟我谈 就这样 对的人 好 桃雨菲 你把我的邀请寒撕了 你要对我负责任 你快跟他说 我不是服务生 他的确不是这里的服务生 但 也不是来参会的 桃雨菲你 桃雨菲 你 你是李晨音的 仇人 故人 李晨音 李晨音 老师 刚刚 我问你 李晨音是不是还没有打电话给你 是 明天一上班直接打给他 好 您好 哪位 请问是李晨音小姐吗 我是 您是 我是秦朗 TYF老师的助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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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把老师作品的档案快递给你 你有收到吗 快递 有 您好 是这样的 老师交代我 请你明天下午两点来找我 麻烦你跑一趟 辛苦了 好的 没问题 是他本人吗 是 人会来 会 好 那就准备那些东西给他 好 没问题 各位 我要出发了 加油 Good luck 搞定TYF 拧拧开他 加油 亦凡 你还好吗 闪开了 李小姐 欢迎欢迎 秦先生 您好 这里真的不太好找啊 大家都这么说 我 请进 好 坐 想喝什么 咖啡还是茶 水就可以了 谢谢 好 这里好别致啊 是老师的家吗 是 也是画室 麻烦这份文件让老师看一下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签走 不好意思啊 老师今天不在 他也没有打算签这些文件 没有要签异项书和授权书 那我跑这一趟干吗 就是要耍你啊 这人也不在 文件也不签 那 宁儿 不过您不用担心 这里有份文件请您带回去 明天早上时间准时打开 一定会有让您惊喜的答案 这是在玩哪一处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 好吧 记得 明天早上十点准时 好 十点 不能提早 也不能跟别人说 好 那 这份授权书 麻烦有时间让老师看一下 万一他愿意签了吧 好的 没问题 慢走 不送了 再见 好 老师你让我告你虐待老公 告我 我没开除你算你幸运 你刚差点露馅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捉弄李晨英小姐 谁规定我每件事情都要告诉你 最起码我可以演得像一点啊 你越来越不听话了是吧 还顶嘴 那些文件 全丢了 人家李小姐特意送过来的 真的不看一下吗 那么多废话干吗 是 扔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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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 晨英姐 恭喜你 晨英姐 怎么了 没成吗 我还是先去跟总监报告好了 怎么会这样 不是说有沉音就行了吗 怎么还是不行 一凡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关你什么事 早就告诉你不要买炮了 尴尬了吧 我怎么知道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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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数十秒钟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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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是什么 是别 看 什么样 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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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什么鬼啊 老师 说句实话 我真的不懂 这有什么好笑的 就是因为你不懂 李晨英也不懂 只有我懂 这才好笑啊 幼稚 行了 再讲一次 我先下楼吧 有没有合理的解释 没有 那你知道你自己下一步 该怎么做吗 你们觉得陈衣 能不能活着出来啊 很难吧 这么大的失误哎 天哪 陈衣姐 应该会被骂到体无完肤吧 这个你们就不懂了 我告诉你们 要是总监呢 还愿意骂你 那就表示 他还把你当下属看 但是要是 嗯 你们有听见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 难道 哎 哦 陈衣姐 总监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李晨英 你这是干嘛 因为我要对这件事情负责 走了算什么负责 那我该怎么办 那我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你跟tyf到底有什么过节 但是很明显的 他觉得你不是他的对手 看不起你 我建议你 如果对方想玩 你就跟他周旋下去 让他看看你的至极 姚老师 这次的画展真的办得非常棒哎 而且经过我大力的推荐 逆总监终于同意我们康纳 今年下半年度的新日展 由您当领先主打 那太好了 再帮我谢谢逆总监 好 只不过这次G可以开口的条件 似乎是你们的两倍 哦 是吗 秦先生吗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就这样结束 你老板一定要给我个交代 要是今天没有回应的话 我明天就直接杀过去 看不起我什么 我一定让你看清我的能耐 TYF 可珊 喂可珊 我一定让你看清我的能耐 TYF 可珊 喂可珊 哇 哇 哇 美不美啊 太漂亮了 美吗 好看吧 太美了 太幸福了 很好看啊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好休息一下吧 谢谢 谢谢 哎 你们真的觉得这套好看吗 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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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老婆 你穿什么都好看哪 不说八道 我不管 我还要再换一套 你还要再换一套 这套已经很好看了 对不对 家伍 你说说话对不对 对啊 真的很好看 你今天打扮起来 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啊 哦 所以我平常是很丑了 那那那那那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 陈音 嗯 你帮我一个忙 好 你帮我换另外一套 我们两个一起换 我两套做比较 我 拜托了 你换一下吧 要不然我们都回不了家了 好了好了 走吧 走 陈音 没想到你穿上婚纱 还是挺有女人味的呀 嗯 你到底要看人家看多久啊 好了 就这两套 哪一套好 我觉得我身上这一套 比较好看 你觉得呢 不能同意更多了 就是这一套 那我把这套换下来喽 哎 嗯 难得穿上婚纱 照一张像嘛 不要啦 哎呀 哎呀 哎呀别不好意思啦 走了走了 嗯 走了走了 哎 哎 家伍你组在那边干什么 难得穿得人模人样的 上去跟陈音照照照照啊 好 杨老师 那我先回公司了 哎 这不是TYF老师吗 是你啊 你今天穿这么的端装 差点认不出你了 好 谢谢称赞 喂 怎么了 你现在在哪里啊 你赶快过来啊 你在哪里啊 我在公司后面的咖啡厅 哎呀 反正你赶快过来就对了 你要找的TYF 她现在就在这里 TYF 来 哎 小燕 去哪儿啊 TYF 你给我好好等着 没想到你也来了 这间是我开的店 你 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 接受邀约的时候 说是来参观 学弟妹的毕业作品 顺便给她们一些建议 如果知道这是你的地方 我就不会来了 怎么 你知道自己违背承诺 没脸见我是吧 什么承诺 你还装的啥 你忘了你当初答应过我 你会走得远远的 我的确走得很远 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永远不会回来 你别以为你现在有个什么 TYF的名号 就可以回来呼风唤雨的 你想造神是吧 很好 因为我绝对会让你摔得很难堪的 我跟你说清楚 第一 我从来都不认为我自己有什么呼风唤雨的能力 更不想被造神 第二 我跟你的是七年前就结束了 更不会再有什么虚极 不要太自以为是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怎么是你啊 你 你是要结婚 不是了 等一下再跟你解释 小米 小米姐 TYF在哪儿 高高瘦瘦的 穿着西装 刚刚往门口去了 给 把话说清楚 为什么要耍我 耍你 小姐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吧 姚一鸣 李 李晨音 我懂了 怪不得你会让助理这么耍我呢 你还记恨在心啊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 你怎么这么小肚鸡肠啊你 你说什么呢你 我到底耍你什么了 你被耍了哈哈哈哈 你知道这七个字 让我在同事面前有多丢脸吗 是 当年我是举报你贿赂的评委 可是你也害得我差也得退学啊 李晨音 你跑到我的店里胡说八道去什么呀你 这是我的店 我的地盘 你到底想干嘛 不要再装了 TYF老师 我 TYF 不是你是谁啊 我不是TYF 她才是TYF 你真是有多无聊啊 明明知道我在找你 你还是助理这样耍我 快拍下来 陈英姐 这里好像不太适合说话 我也拍下来 你真是有多无聊啊 你真是有多无聊啊 没事了今天所有东西我请 无限尝语 陈英 陈英 你们给我怎么着气 把话给我说清楚 那你先告诉我 你对什么事情不清楚 我拜托你成熟一点好吗 你都几岁的人了 你是有多幼稚啊 不好意思 我就是这么幼稚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 你不是在纽约待得好好的吗 为什么千里迢迢地 回来耍我呢 你觉得我做的这一切 只是为了回来耍你吗 你很想怎么无论 珍妞 你最肯定的 你不肯定的 是我 你不肯定的 你不肯定的 又不肯定的 这里是吧 你不肯定的 他不肯定的 你不肯定的 是吧 有很多 呀 你不肯定的 有什么肯定的 不肯定的 陈寅姐 你不要生气了 不然动了胎气怎么办啊 胡说什么呀你啊 你不是怀孕了吗 那你干吗穿婚纱呀 不是凤子成婚吗 你想想你太丰富了吧 脑补落了 我穿婚纱就是要结婚 生孩子吗 我只是帮朋友试婚纱而已啊 我想太多了 陶宇飞 陈寅怎么还不接电话啊 陈寅怎么还不接电话啊 要不你试试打电话给她同事吧 说不定她又在处理公事了 我来 应该是阿丽 陈寅 你怎么了 你刚去哪儿了 来 来 伯伯你去哪儿了啊 佳吾 不哭了 不哭了 我好累啊 佳吾 没事 没事啊 有我在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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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我呢 天塌下来 都有我呢 好了啊 别哭了 陈寅姐 你不要生气了 不然动了胎气怎么办啊 胡说什么呀你啊 你不是怀孕了吗 还好吗你 还好啊 GK的张总把合约给我了 他还算有耐心 我帮你看过合约了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条件比康大好 放着吧 我待会儿看 我待会儿 真的假的 TYF就是陈寅的学长陶宇飞 没错 我昨天第一次看到陈寅姐 发这么大的火哎 吓死我了 现在场面搞得这么僵 那不就代表以后 没机会和TYF合作了 李陈寅的事是她个人的 她能代表整个康纳吗 而且你们觉得 她可以在这里待多久 康纳需要陈寅 少了她地球都不转了 我不管 反正我就是挺她到底啊 那她走你也走啊 我 没有人要走 大家都是好同事嘛 应该好好合作相组啊 对不对 总监要的是成绩 像你们这种团集 只会互相取暖 迟早会拖垮彼此 你到底凭什么这样说啊你 好了好了 你不要碰我 好了好了 总监对不起 我失败了 我没有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 你的确是失败了 但是从哪里失败 就要从哪里站起来 怎么这样啊 我连一点失利的机会都没有 TYF他就跟我有仇 处处针对我 这一战 从一开始我就败了 不对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要不然TYF早就跟GK签约了 可是他都已经这么说了 那我要怎么办呢 他的确是在玩你 可这一定有什么原因 我想 应该是私人因素吧 我早就跟他没有关系了 七年以前 就没有了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看来这件事情 只有你能解了 总监 我可不可以放弃 好啊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要哭的话 出去哭 但是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选择用哭来面对这件事情 当你走出这道门 你就注定一辈子都只能用哭 来解决所有的事情 面对挑战 谁都会害怕 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毫无畏惧的人 但是觉得有懂得坚持 不愿意认输的人 可是很遗憾 这个人不是你 去吧 去过你安逸又平凡的人生吧 为什么这么信任我 因为我在你的身上 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我现在想要跟你说的话 就是当年我想跟我自己说的话 我不会再让你失望 我不会再让你失望 我再也不会认输 你说什么 我永远都不会认输 永远都不会 很好 沈颖姐 不会被开除吧 不会 不要担心了 各位 给大家添麻烦了 从现在开始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 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耶 耶 太帅了 沈颖姐 加油 耶 加油 好 看来这场仗 还要继续打下去 我也不会轻易认输的 不 这场仗 嗯 嗯 嗯 不 不对呀 这 我等了这么久 嗯 嗯 不就是要来找她的吗 哎哟 我到底在躲什么呀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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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哟 哎哟哟 加油 老板 一碗羊春面 好嘞 还有泡菜跟小黄瓜 好 这么巧啊 跟踪我 没有 我 我是刚好经过 没想到 你也回来这里吃面啊 你当我是仙女 不用吃饭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以为 你都去比较高档的餐厅 老板买单 你还没吃完呢 先走了 等一下 你很咸吗 不要跟着我 对不起 我只是想要多认识你一点 你喜欢我 你是嫌我身边的男人 还不够多吗 我跟他们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小弟弟 小弟弟 我 不是像你这种人 可以喜欢得起的 我不是小弟弟 而且其实我们两个年纪 这 简单来说 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 懂吗 先生 面来啦 谢谢 没事 老板 我要一个洋春面 好 然后还有泡菜跟小黄瓜 好 子豪 你怎么在这里 好巧啊 我们两个点的一模一样 你也喜欢吃小黄瓜 你也是个健康的男生啊 是啊好巧啊 这边很好吃的 我经常过来的 我是第一次来 真的 那我们以后可以一起来啊 不然我每次一个人好孤单的 我吃饱了 我还有点吃 我先走了 不是 你还没吃完呢 你慢慢吃啊 我先走了 拜拜 不是一起吃啊 小姐 你好 请问需要什么样的款式 让我帮你介绍一下 我先随便看看 我先走了 也不贵嘛 总有一天 我买这些美丽的东西 再也不用看标价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结婚前 都要办这种单身派对啊 那是因为 这是你最后一次 大家可以用单身的身份出来玩 对啊 而且你结婚以后都得安安分分的 是啊 所以今天晚上我就可以大玩特玩想干嘛就干嘛 没错 而且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太好了 我就是等这个机会 可是请你们告诉我 你们这样是不是变相才鼓励我今天晚上做一些夸张的事 不要太过 如果让淑慧姐知道的话 你就死定了 你一定忘了我是谁啊 啊 我是谁 我爱你爱你爱你哟 我爱你哟 我要跟你做就是我们想我 我爱你爱你爱你哟 只要是我们现在都永久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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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美妮一定是质量一流的 一流的 一流的 等一下 这呢 这里不太适合我 我先走啊 我先走 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既来之则安吃 你是不是又忘了我是谁 我长壮山 我让你当口山 来来来 走走走 来来来来 来 倒酒 倒酒 倒酒啊 坐下来来 来 拿着 喝啊 干 来来来 他们这是 老婆 你怎么这么久才来 人家好想你啊 淑慧姐 你精心策划的告别单身派对 是这个 不是啊 我不知道 都是她了 她说帮我精心策划 叫我带你们来这里 我真的比你们还意外 啊 我知道了 壮山哥是放心不下我们学姐 你在说什么啊 我大丈夫我拿得起 我放不下 啊 好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安倍下座位 哎 淑慧今天是你单身的最后一天 你看 现场这么多男生 我就让你坐我旁边 哎 好 那陈欣呢 哇 这么漂亮的一个美女 嗯 现场有没有男士愿意认领呢 哎 好 有人认领了是不是 来 哎 可珊 你跟小屁很熟啊 你坐他旁边 哎 记得吧 来来 小乐 女主角 请上座 哎呀 弱麻死了你 哎 好 那接下来呢 这首歌呢 就要点给我们下一对新人 歌名就叫小雀星 让我们为家务与陈寅掌声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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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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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 大王 好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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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个电话啊 没关系 照唱 照唱 你可以的啊 手在前线转个圈 换上个新时间 记录生活一百种苦辣酸甜 我接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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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听说 听说曾经你回来过 如果是那时候 好想对你说 很不悟 很对不起 直到遇见了你 从没忘记 还来不来得及 请你身影 亲口告诉你 很对不起 很对不起 在每次深呼吸 还很清晰 那瞬间千岐的 每秒回忆 每个场景 让我一直牵挂的 依然是你 很对不起 直到遇见了你 从没忘记 还来不来得及 听听声音 亲口告诉你 一生爱你 伍子